大家好,歡迎來到GameplayHK 又是我Leo,跟大家說一下這隻Pokemon GO 11月Pokemon GO都有不少的東西是更新做的 這段影片會跟大家一次講完,做一個11月的快信 填完任務,每做一天就可以扔一個人 扔夠7天就會有一個特殊的獎勵 水軍就是三星軍做一隻,完結了 接下來的獎勵就是這隻脫學忍者 以這隻精靈,大家開完圖鑑,草完圖就算數 無謂對牠有期望,因為沒有期望就沒有失望 因為牠最大的HP值只有10隻,沒錯,是10滴血 所以勸喻大家填完任務,慢慢來 不需要急,不要多抓幾隻 反正官方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加位 加到現在還沒加1500個位,就是爆了 鐵殼忍者的退化形態,土居忍時 以及另類進化形態 鐵面忍者都已經出現了 大家只要抓土居忍時就行 但現時所知,土居忍時得到的方法 就是要透過田園任務,抓蟲任務 抓5隻,之後出來的小雙營就是土居忍時 都是奉勸大家一句,這隻開圖就算了 因為兩隻進化形態都是不厲害的 因為田園任務跟蟲有關 所以官方也推出了這個陸巫蟲的閃光版 而且遊戲上已經有了,如果你抓到的話 大家都知道閃光這些東西真的很講人品 不過巴他碟的閃光版,我個人覺得是可惜的 因為動畫裡面的巴他碟有粉紅色的 女生是粉紅色的,她現在是粉紅色的 不知道想怎樣 可能這些又是N記留下來的後序 遲天就會有粉紅色的巴他碟 這些賺錢的東西,對不對 N記最懂得賺錢 官方為了響應這個萬聖節 搞了一個活動 就是緊鬼會在道館上出現3個小時 玩法其實跟當年的三神鳥一樣 總之出現3個小時,任打不生氣 特別之處就是會有這個閃光版的出現 緊鬼的閃光版,大家分別一下 你不仔細看 或者就算仔細看 你還是不太覺得什麼有閃光 除了顏色淡一點之外,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是非常難認的 所以大家捉到它的時候,按到進去會叫一聲 然後說遇到緊鬼 在那個時刻,它有一些閃粉走出來 那就是閃光了 如果你沒有那一下就不是閃光了 你唯一是靠這件事 因為真的很像 分分鐘你沒有拍完 是閃光的那隻,你也不覺得是閃光 反而不閃光的那隻,你可能覺得這隻好像是閃光了 所以大家真的靠 入捉畫面那一下 來分辨它是不是閃光了 因為我現在就跟你們看,你也不太覺得是閃光了 或者我放這張圖,原色就是左手邊 閃光版就是右手邊 閃光版是灰一點,就是一點灰色 總之都是難分的,到時候大家自求多福 舉辦的日期就是11月3日,即明天星期六 時間就是中午的12點 到下午的3點,有3個小時時間 活動開始之後,每一位訓練家都可以免費獲得5張的團體戰入場券 就是說大家最少會有5次的機會去捉這隻閃光版 這裡給一些意見想打多幾場的朋友 有啦,當你們進入道館,要等兩分鐘一天等齊20個人 兩分鐘之後進入戰鬥畫面,你就可以走 離開這個道館的範圍去下一個道館前進 這樣就會節省時間很多,不過一路走一路打就危險 當然是5歲,大家打的時候都要留意到處 另外官方就出了一個新的模式 之前已經說過會推出的,現在就正式實行 就是這個叫做時時刻刻冒險 其實是玩什麼呢,過往我們要開著這遊戲 才可以敷術蛋或者拿同伴的Candy 現在這個新模式就不用煩了 在這個關機的狀態下,依然都可以敷術蛋或者拿同伴的Candy 除了我剛剛以上所說的兩個功能之外 更多了一種功能就是可以有獎勵 當你走到某一段的公里路,就會有獎勵給我們 當你走到5公里的時候,就會獎20個紅波給你 25公里也一樣,會有20個紅波,而且多10個紅波 還有額外的獎勵,就會有5000星層 又或者有一隻5KM的蛋 而到50公里的獎勵就是最多的 20個紅波,10個藍波,5個黑波 額外的獎勵也很豐富 會有15000星層,又或者5000星層 加一隻10K蛋 又或者一隻10K蛋,加一顆神奇糖果 再或者就是10,000星層,然後加多一顆8個Candy 這個模式的好處就是不需要開著遊戲 都可以敷術蛋,但是其實是不是真的好呢 我測試過了,當你正常在街上走路是沒有問題的 你是可以敷術的 但是當你坐地鐵或者太高速的時候 它是會不算計算的 所以說它的實質用途大不大 不算太大,不過總會有用的 好,那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喜歡給我按讚和分享給我的朋友 Pokemon GO還有最新的資訊 或者攻略都要拍影片告訴大家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